你是打算离婚对吗 比我还 Maar 被迫 采取人的 你还会在过天��云 你还会在 Frankie 你最选择 我最选择 你最选择 你最选择 我最选择 你最选择 女生会变得越来越唠叨 口不择言地去羞辱她 其实我也只想激励她一下 可是她激励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的 你采用了外人看来羞辱的方式 去激励她 比如说骂她吃软饭的 窝囊费什么的 是吧 男生在这种情绪下 实在受不了了 打了她 对 女生说那都这样了 我们还是别过了 好了 那老师们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们俩的这个问题呢 我个人觉得 其实比较简单 男方在女方的这个意识形态里 她是不能够扮演一个家庭里 男主人的一个角色 对 她今天就像个男保姆一样 现在在家里面 一事无成 我能理解您的这个心情 但是呢 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说的 有一点是我认同的 就是当孩子没了的时候 不只是你伤心 作为男孩子来讲呢 她一样也非常的沉痛 只不过因为你爆发的 相对比较明显 所以你忽略她的那种感受 而且你把责任推向她 你真的是今天想来 跟她离婚的吗 真的吗 好 那如果你要真想 跟她离婚的话 你就得意识到 这么一个问题 世界上还有很多男人 像她一样 并不能给带给家里 很多的一些收入上的支撑 但是依然在家里 游手好闲 至少这个男人 在很多的层面上 他还能够为这个家庭 做出一些努力 来弥补他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我们换一个场景 你又有了一次婚姻 那个男人可以往家里 抓很多的钱 但是不顾家 你依然还会有很多的抱怨 夫妻之间很多的问题 就像深水里边的杂草和礁石 每个夫妻都有 只不过呢 有的说湖面上是一潭湖水 小风吹过来浮平 随来而去 还挺唯美的 这是好的婚姻 但是并不代表 净水流深的底下 没有任何的一些暗礁 水是什么 水是代表的一种智慧 当你们的小河里 出现干涸 水没有了的时候 杂草和礁石就浮现出来了 所以你们之间缺乏 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姑娘 如果你真想离婚 你就这样闹一准能离 其实我本意并不是这样的 我只想激励她 让她上镜 好 你先告诉我 你到底想离不想离 其实我本意是 是想刺激她的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 你是不想离婚的 如果你不想离婚的话 就不要做离婚的事情 你所有的语言 所有对她的这种攻击 都会造成离婚 当有一天你们真离婚的时候 你忽然发现 这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 那你不是很傻吗 如果你真的不想离婚 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绝 也不要把事情做得这么极端 给她留一些空间 激励和宣泄怨气的方式和语言 是不一样的 我们激励别人是告诉你 你有优点 只不过你现在可能没有找到 没有实现 这是一种鼓励 但是你不是 你完全的是一种攻击 如果不离婚 就不要说出这样的话 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小伙子呢 我还是希望你能 能够脚踏实地一点 他对你的抱怨呢 并不是在于 你每个月挣多少钱 他能看到你每天努力了 有钱收益了 他对这个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其实就是可以暂时地安抚 为了你的家庭 请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好吗 好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阿玛老师 谢谢